这家人从来都不买肉,却顿顿有肉吃,小男孩很疑惑,家里的肉到底是从哪来的,可是他很害怕,也不敢多问,最近他们又搬到了新家,可男孩怎么都开心不起来,因为这已经是第十次搬家了,他总觉得新家怪怪的,更奇怪的还是自己的爸妈,到了晚上父母总是催他早早睡觉,好像是故意支开他,要去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,半夜男孩还没睡着,忽然听见外面有脚步声。 他悄悄起床跟出去,看见父母打开冰箱,正在非常享受地吃着宵夜,一边吃还一边笑,男孩吓得跑回了房间,想赶紧躲进被子压压惊,可身体刚躺上去,柔软的棉被就变成了一滩血水,还将他完全淹没,好在这只是一个噩梦,早上妈妈正在烹饪食物,又是肉,还有血淋淋的内脏,即便做成了美味佳肴,可男孩还是毫无胃口, 看着爸爸在地下室忙前忙后,而且从来不让自己下去,男孩断定,那里面一定藏着什么秘密,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,他半夜溜出了卧室,准备去地下室看看,没想到撞见父母满嘴鲜血,好像是在互相品尝着对方。 看见儿子突然出现,两人惊慌失措,还好妈妈反应快,赶紧将他抱回了卧室,这时男孩更加肯定自己家里的肉绝对有问题,想到这儿他一整晚都没有睡着,于是第二天在学校把自己心里想的都画在了课本上,老师看到之后吓坏了,以问男孩有心理问题,赶紧把他妈妈请到学校。 面对老师的质疑,妈妈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,最后说了个他就是不喜欢吃肉而已,男孩不喜欢吃肉,可家里却天天有肉吃,更奇怪的是从来没见过他们买肉,而爸爸的脾气越来越大了,因为男孩挑食,无论瘦肉肥肉还是内脏,他看都不看一眼,反而喜欢躲在储藏室里面,偷看妈妈做饭,这些鲜红的肉究竟是什么呢? 想着想着,男孩突然感觉到头顶好像有什么东西,一根蜡肠朝得伸来,卷在了他的裤腿上,然后包裹住了全身,这时妈妈打开了储物柜,看到柜子里的男孩并没有感到意外,反而告诉他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,这次男孩再也忍不住了,他在饭桌上提出了自己的疑问,这些肉到底是从哪来的? 妈妈笑了笑,当然是从冰箱里来的呀,旁边的爸爸也似笑非笑,男孩瞬间打了一个寒颤,找了一个借口回卧室睡觉去了,但整个晚上他都睡不着,为了查明真相,他偷偷溜进爸爸工作的医院,正巧碰见爸爸在做实验,对着尸体挥舞着手术刀,难道家里的肉就是这么来的? 突然,旁边的剪刀掉在地上,男孩赶紧捡起来,趁爸爸不注意,偷偷跑了出去,父亲开着车很快就追上了他,车后面却装了一个白色麻袋,男孩想伸手去摸,爸爸马上制止,说那只是一个洗衣机 回到家,母亲气冲冲的走来,责怪男孩不应该独自离家,这时父亲叫他帮忙搬一下洗衣机,母亲顿时满脸笑容,真好又可以吃肉了 父亲把剪刀插在男孩的食物上,逼着他吃肉,男孩赶紧借口不舒服,回卧室睡觉去了 深夜在确认父母都已经睡着之后,他偷偷地进了地下室,首先看到桶里有一堆衣服,接着还有一把带血的菜刀 还没等男孩缓过神,头上居然掉下来一只脚,他吓得赶紧逃回卧室 一开灯,父亲已经坐在床头,他借口说刚才出去找零食才蒙混过关 来到学校,在心里老师的收捣之下,他说出了实情,老师和他一起来到了家里 可地下室早已被清理干净,老师还嘲笑他,难道是那只老鼠吓坏你了 没想到下一秒,一具女尸滚了出来,老师当场吓傻 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叫声,贯穿了整栋房子,男孩扭头就跑 老师却被一只黑手推进了柜厨里,好不容易挣扎出来,却又被打昏在地 就这样,老师变成了一顿美味的烤肉 这时,男孩躲在门后,他想把烤肉的父亲打倒,却也只是不自量力 他被绑了起来,这时父亲说出了真相,原来他们家是远古食人族 没想到,小男孩基因突变,居然不爱吃肉 父亲说,这次他可以不追究,只要男孩乖乖吃上一口肉 可当肉递来的时候,他拿起刀叉刺向了父亲 这一次彻底的惹怒了父亲,就算是亲儿子,那也必死无疑 而妈妈为了保护儿子,和爸爸争执了起来 两人就这样扭打着,死在了对方的刀下 男孩抓住机会跑出了家门,这之后他来到了爷爷奶奶家 他们的细心照顾,让小男孩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可这天晚上,奶奶给他递上了一份超大的肉夹馍 男孩彻底崩溃了